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即是港區國安法實施的第二天 有警察去到沙基灣一家黃店那裡 跟店員說 說店舖中的文宣有機會觸犯國安法 叫他們要即時清理 到場協助的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 轉述了店員的說法 說在昨天早上大約10時多 至少有四名軍裝警員去到那間黃店裡 跟店員說 說收到有市民報警 指出店舖中的文宣有可能違反國安法 勸喻他們要清理 警察還說 未開門都當是私人地方 做生意的時候就不見到 店主一聽到 馬上就安排店員清理所有的文宣 這件事就反映出有幾個問題 第一 究竟市民是可不可以就着涉及國安法的事宜 去報警求助的呢? 我不是質疑警察無權執法 警察絕對是有權執法 而且對於個別的文宣物品 有沒有涉及違反國安法 他是可以作出一個初步的判斷 但是 市民又有沒有權呢? 如果有些市民他是非常熱心的 那麽也就是報警這間又說違反 那間又說違反國安法 好了 當你到場的時候發現 原來那份被舉報的文宣 只不過是以前邵氏一出電影 叫做我愛香港開心萬歲的電影海報 以常識都能夠判斷 這份事是不會違反國安法的 好了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到底那些熱心舉報的市民 喂 會否涉及這個虛報呢? 會否涉及浪費警力呢? 究竟市民是可不可以作出判斷呢? 這件事要搞清搞楚 否則的話 這些舉報是無日無知的 除非你說根本上你是鼓勵這些篤斷的行為 那我就沒話可說了 那這班傢伙肯定是做錯了 好了 第二就是製造了寒蟬效應 成功威嚇到絕大部分的黃店 在昨天就已經是 完全清理了在店鋪裏面的所有文宣 拆除了所有的連儂牆下來 那這件事當然是牽涉到 那個執法標準的問題 由於你的執法標準是不公開的 到底哪些的字眼是會涉嫌 違反得到國安法 哪些是沒有問題呢? 我覺得一定是要很清楚地向所有人來公開的 否則的話 很多的店鋪 他當然就是會覺得人人自危 與其是這樣的時候 為免誤墮法網 不如就是一刀切 全部都沒有搞了這些事 否則的話 很容易就是被人家裝彈弓 所以我覺得你的執法標準也要公開 就不能夠很籠統地說 那些文宣是涉嫌違反了國安法 你必須要指出到底哪一句口號 哪一句標語 或者哪一段的文字是涉嫌違反國安法 這個很重要的 對於市民的認知也是有幫助 是不是? 既然說你要求那些市民都要很熟知國安法的內容 那你要執法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說得很清楚給市民聽 不能夠像大家都一頭無水那樣 因為特區政府強調的是所謂法治 不是人治 人治就是我說你是就是 我說你不是就不是 如果你說法治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很清楚地說 哪一句是 哪一句不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這些東西是要很清晰的 比如說特區政府昨晚出了一篇聲明出來 他就說到 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在今時今日 是有港獨 或將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改變特區的法律地位 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意 這個就很清楚了 我覺得無論是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 認同也好不認同也好 起碼他有一個標準畫出來 這句的口號或者這句的標語 就是有問題的 就是違反國安法的 好了 那些市民就會知道 起碼是知道了先 你起碼不要使得那些市民 是一無所知 或者是毫無頭緒 然後就誤墮發網 最好你一個列表出來 那些是不能說的 那些是很清晰的 是不是 那些市民自然就會懂得去 規避這些口號 是不是 如果他不規避 可能他就是要挑戰你 但是來講 你起碼要一個列表說出來 那些是不能說的 是不是 你不要完全是不說 所有東西就收起來了 你執法標準是要有在這裏 既然你的法例已經在這裏 是不是 那即使在昨晚特區政府那篇聲明 說到這句口號有某些的含意也好 其實都是沒有進一步去說明 或者解釋的原因 這樣也不要緊 是不是 你掌握著權力 現在是你作主 但是你作主的時候 你也要說得很清楚 哪些是不行的 你不要說到好像句句都不行 搞到那些市民 就好像自我禁聲了 自己在那裏 自我審查了 那有什麼意思呢 你要說清楚 哪些是不行的 那大家就在那個有限的空間那裏發揮 你就不要說有些本來是可以的 突然間變成不行 你最重要是清晰是一致的標準是要 那至於黃店的反應 我就覺得是要理解的 又不需要苛窄的 因為別人打開門口做生意 也都有它的難處 有些人經常在網上亂罵人 又有諸多的要求 又說那些黃店是退縮 我不覺得他們退縮 你又不能說他們退縮 起碼在過去那一段時間 都已經撐了那麼久了 不適合你們這班人在罵人的 自己開店舖貼這些東西 我就認為這些批評 完全是不可理喻的 莫說黃店 就算是網台街都有類似的情況 大家都開始會擔心 究竟說某些說話的時候 會不會觸及到你的紅線呢 所以大家都開始要去規避 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有些台甚至乎是改變了節目的風格 但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現在剛剛這個國安法通過了 大家都可能會擔心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以言入罪呢 故此在說話的時候 當然會以避免誤墮網作為優先考慮 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就算言論空間是慢慢收窄也好 我認為也一樣要緊守崗位 盡量來發聲 做得一天就得一天 接著就講講關於香港眾志前成員羅冠聰 昨晚他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證實了 已經離開了香港 當然我也覺得 每一個人是有權決定自己去留 而他這個決定也是值得被尊重的 是不應該諸多批評的 當然在網上有些人 就是逢人都在罵的 我覺得有些人簡直是找事來講的 我昨晚在Facebook上面 看到有一名區議員 不出名的 我們都孤隱其名了 他就分享了羅冠聰離開香港的消息 然後就加了一句評語 他說 又是入錢的節奏 你為什麼要說這些說話呢 如果這番說話是由藍絲 或者建制派的區議員去講 我不會覺得出奇的 因為這班人只懂得嘴裡叫愛國 是Lip Service來的 實際上只是愛錢 愛國就變成了他們的一盤生意去做 不惜何惠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這些他完全是一無所知 一竅不通 要說的話 隨時我就比他厲害 是不是 我有看相關的典籍 他們沒有 但是 你作為一個黃絲的區議員 說這番說話 就完全是有問題 為什麼會對於羅冠聰這麼苛刻呢 為什麼會認為他是為了錢而離開呢 為什麼會認為他這一刻 選擇離開是為了入錢的節奏呢 他這次一走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再回香港 我告訴你 好了 我們就看看羅冠聰的那篇文章 到底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 作出這個決定 是有相當多的考慮 包括能夠說得出口的 必須保密的 亦都包括自身和其他人的安全 同理 選擇在幾時公佈 亦都有更多相關的考慮 未來的承擔 將會是很遙遠和漫長 感謝各位朋友的擔心 理解和體諒 為了保護他人的安全 一切個人信息 就抱歉未能詳細交代了 他亦都預計到 這個決定會引來很多的攻擊 不論是來自何方 不理解的 痛心的 擔憂的 甚至專門離間的 他都需要時間逐一消化 再敲民自身 今此一別 尚未知歸途何期 從飛機望下香港的繁榮摧灑 是他心目中難以忘懷的一帧展影 願他朝有幸 半生歸來 仍然是那位無妄初衷的少年 願香港安好 願榮光早日歸來 大家聽到這番說話 當然會感到多少有些深奧 他亦都表達出 他這個離開不是他自身自願去走的 而是迫不得已的 是無可奈何的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亦都不知道有些甚麼好去再批評 總之每一個人 就算他在香港也好 不在香港也好 他仍然是可以持續地關心香港的情況 仍然是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對香港是盡花一分的力量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就算我們這個節目有很多收睇的益友 他都不是香港人 他都是住在外國 但是無損他們對於香港的那份擔心 那份的熱情 那份的外護 所以我覺得 無論身處何方也好 最重要是深係香港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